这有可能是你看过的最贵的ES200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车教授的小猪 今天我们来拍一台比较特别的车型 就是我身边的这一台ES200特别限定版 相比起我们之前聊过的ES200的卓越版这种车型 它的价格确实高了很多 直到家要去到35万多 那么这么一台特别的ES200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分析一下 首先就是它在外观部分的改动 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这个格杉 我们之前有聊过的这个ES200 它的格杉是镀铬的 这台车它的格杉的颜色就跟车体是差不多一个颜色的 所以在这个设计部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区分 然后就是它的一个配置了 我觉得最值得讲的就是它的这个大灯的设计 那么传统的这个ES200 它是没有像这台车给到这个矩阵式的LE大灯 那么这台车它的大灯的设计呢 让我想起来一台车就是LS 它的整个风范 它的整个气场真的非常的像LS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轮毂了 那相比起普通的这个ES200呢 这台特别限定版的ES200 它的这个轮毂尺寸是要比之前要更大了一寸 然后它的这个轮毂样式也是参考了LS的车型 所以在这个车辆的细节方面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独到之处的 外形部分的改动确实是蛮多的 那么内饰呢可以发现啊 这台车它的座椅的颜色真的又不一样了 这台车它的这个座椅的颜色 我觉得是参考LS系列的车型 所以在质感方面 我觉得比普通版本的ES200也是要好很多的 包括像这个门板这边也是采用了类似的这个皮质包裹 所以呢 整体的这个档次感相比起普通的ES200要更好一些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音响系统了 那么这台车呢 是给了一个17音响的马克莱文斯音响 那么刚才我们也体验了一下 确实会比普通版本的这个ES200要好非常多 所以在这个观感和音响的体验方面 我觉得这台特别限定版的ES200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作为台特别限定版车型 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啊 这台车它的动力有没有改动 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啊 这台车它的动力 还是我们非常的熟悉的那一套2.0T加CVT的动力总成啊 虽然说这台车它的排量不是很大 然后参数呢也没有调得很激进 但是从实测的这个角度来讲 10秒级别的这个百公里加速 是可以满足很多家庭用户的这个需求了 其实开起来真的没有觉得特别的慢 所以日常代步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后它的这个百公里的这个油耗呢 其实也优化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地步 官方的这个数据是6个多 可能市区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总体来说 相比起其他的同级别 同尺寸的这种豪华品牌车型来说 这台车它的油耗一定是要更低的 那除了这一点呢 我觉得这台车它的这个发动机 也有挺多值得可以讲的 比如说它给了一个双喷射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混合喷射的技术 既有起管喷射 又有直喷的这个技术 所以在这个保持一定动力输出的同时 它又可以保证这台发动机足够的耐久 足够的好用 足够的可靠 那这也是丰田或者说雷克萨斯 这个品牌一直在做的 也一直在坚持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在最近买一台 这种看起来比较不一样的ES200 如果说你的预算还挺多的 如果说你不介意去买一台纯燃油的轿车 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 我身边的这一台雷克萨斯ES200 特别限定版 OK 今天视频就到这 欢迎大家在我们视频底下留言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